好 今天我们来看到哈佛小子林书豪呢 上午对战灰狼队 而目前整个这个战况是呈现一个拉锯 是陷入苦战 彰化老家家人是不是也在帮他加油呢 下场情况联系给记者朱显明 好的 您看到林书豪 彰化老家这边的许多邻居呢 在帮林书豪的挑战五连胜呢 来加油 可以看到了 看到了林书豪进球呢 他们就非常的开心 不过事实上今天林书豪上半场得十五分之后呢 他的下半场呢 整个的是头九 中一呢 只得到了四分左右 可以说呢这个灰狼队呢 对于林书豪呢 是整个呢 有所封死的 目前林书豪呢 是得到十九分 不过呢目前灰狼队呢 是以九十四比八十八呢 来领先林书豪 不过呢 下期常见到这个林书豪的彰化老家 他们直称说 林书豪呢不但是台湾之光 同时呢更是彰化北斗之光 从小看他长大 这个家人呢 都对他非常有兴趣 虽然目前的战况呢 目前呢这个林克队还是暂时落后了 但是呢 这个家人还是希望林书豪赶紧发威 能够在最后的时间呢 赶紧团 赶紧把这个烈士给搬回来了 直播 好的谢谢显明 我们在后面上看到呢 家人都非常专注 要帮林书豪来加油 而目前呢 尼克队是以88分 稍微落后了这个灰狼队的94分